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妈呀 大妈呀 你没事吧 来 大妈 我给您扶起来啊 哎呀 这要换来别人啊 装完我早跑了 马年春节的小品还让人记忆流星 2014年2月各地出现了服不服的多个版本 让人为一次次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最让人后怕的服不服 老太太问店员 你害我干什么 2014年2月10号下午 一位老人在河南洛阳市建西区的一家商店买菜 就在老人准备离开时 意外发生了 当时我在上面整理菜 老太太都一直在哪 老太太站在这里买菜呢 然后她把手机称到往地上一放 当时她整个人就往后养了就 刘永寅是这家商店的店员 赶紧把倒在地上的老人抱了起来 老人一口咬定自己摔倒是小刘的错 问她你害我干什么 无奈之下小刘只得打电话报警求助 老太家脚子把她推到了 甩了头疼了 摇疼 最终警方调取了监控视频 证明老人确实是自己摔倒的 小伙刘永寅是将老人扶起之后 反倒被人冤枉 这件事经过报道之后 在网络上现实中 人们纷纷为小刘点赞 不少人甚至专门跑到她工作的商店 来鼓励她 看看吧 臭人 买外东西臭人气是吧 跟红羊红羊这种惊什么 对不对 好事还干 乖乖乖 是 还是 还是 面对大家的热情 腼腆的小刘 有些不知所措 我除了这个赶在门口站一会儿 到处都有打招呼 小伙子 小伙子不错 小伙子不错 我那我脸都红了 那脸都红了 最乌龙的服不服 老汉手指交紧 救他 2014年正月初五山东烟台 一年一度的玉黄鼎庙会刚开张 人流车流熙熙攘攘 上午十点多 在去往庙会的路上 有个老大爷突然摔倒了 老人就是躺在地上 然后话也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的那个电话 问家庭住址也 喊喊户说不清楚 然后我们到这个时候 就只能等救护车过来 等救护车期间 就是我那儿拦着车 还怕车压老人 然后拆两张照片 救护车来了以后 救护人员要求我们 就是帮他抬一下老人吧 把他抬到单架上吧 老人一开始是面部朝下 然后我抬过来的时候 可能第一眼看见的是我 我就这个手指着我 说就他 我说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装了他们 宋毅问我说 他说的起 我说他说的是你 他说的肯定是你 因为他指着就是你 经常在新闻中听说 并且在春晚小品中 看过的段子 转眼发生在自己身上 宋毅和他的同事 第一时间的感觉 是有点好笑 我问什么大爷什么就是我呀 大爷也没说什么 还是说就是他就是他 救护车走了 三位民警又回去执勤了 并在回到单位后 把这件事当做笑话 讲给大家听 当地媒体听说之后 迅速进行了报道 只不过事情越传越夸张 最后演绎成了 老人醒过来说 你怎么撞我 然后民警被迫用执法纪录仪 录下的画面自证清白 真正的事实是 老人在医院里清醒过来 医务人员用他的手机找到家人 家人说老人有点老年痴呆 当时也摔得不轻 不但脸上有伤 牙齿也磕掉了三颗 可能是摔糊涂了 才会开口说出那样的话 最终老人在留院观察 24小时后出院回家 而三位民警呢 生活照旧 最低调的服不服 寻找好人小艳 崔湛峰是陕西省同川市牟旅馆的老板 2014年正月初三早上 他像往常一样开门营业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吃惊 女子说自己在路过新区华阳小区东门时 发现有老人摔倒 他就把老人扶了起来 由于老人说不清楚个人信息 崔老板和那名女子报了警 民警赶到后联系上了老人的家属 然而扶起老人的女子 却悄悄离开了 被扶起的张大爷有高血压 还有冲锋使 最怕摔倒后不省人事 2月10号陕西公安微博和同川市政府网相继发帖 希望能帮家属找到这位好心人 2月18号大家终于找到了这位扶起张大爷的人 他名叫郭小燕 是同川市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 最让人痛惜的服不服 漫长的50分钟 2014年2月17号35岁的麦琪女经理梁女士 到在深圳地铁出口的台阶上 三分钟后 有市民发现并通知地铁工作人员 随后地铁工作人员赶到 25分钟后 民警来到现场 50分钟后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 发现梁女士已经死亡 没有人服 是因为在场人员缺乏专业救护知识 也缺乏有效的应急机制 服不服 并不仅仅是一种良知上的选择 也是对急救常识的考验 人倒了咱不服 那人心不就倒了 人心要是倒了 咱想服都服不起来了 2014年养会期间 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表达了对服不服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经常给贵州大学的学生讲 我情愿付出千分之一的代价 遇到这件事 但是绝不因为这件事 改变我们教育的宗旨 我们就得教育人与人为善 哪怕受到欺骗受到伤害 我们前赴后继的叫青年人去服 必须的 除了完善制度 也要呼吁大众舆论 不要跟风炒作事件过程 而是更多的关注结果 让人们都知道 善有善报 恶有惩罚 无论是想心存侥幸的讹人者 还是被冤枉的帮扶者 最后都能得到公正对待 这个更重要 这是在给社会建立信心 同时也有人认为 服不服是一个被放大了的话题 社会上固然有冷漠 也不乏关爱和救助 2013年9月30号 大连84岁的赵大爷晕倒在路边 好心人将他送往医院 还垫付了医药费 2013年12月16号 长沙801路公交车上 一名孕妇晕倒 整车乘客陪他上医院 无人抱怨 2014年3月1号 河北省文明办等单位 主办了社会公益活动 三名年轻人为摔倒的老人 积极提供帮助 获得一辆汽车作为奖励 类似的能够温暖人心的新闻 其实有很多 福是人心所向 不福亦别有隐情 与其空洞铠探人心不古 不如积极进行文明倡导 推进保障制度建设 103个人在正途 大家知道我们一生要办多少个证吗 2014年2月19号 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 公布了一幅长卷 据他们长达四个月的深入调研 中国人一生要办的常见证件和证明 多达103个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 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 自打粮胎离开始 就不断地在办证 一直到死亡都进入目的 我们不是在办证 就是在办证的路上 可谓人在正途 在曹志伟看来 未婚证之类的证件存在并不合理 而像退休生存证明 老年人社保卡等 带有相似信息的证件 完全可以合并 广州政协的调研小组发现 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 是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 还有信息管理方面的落后 政协调研小组 形成的提案中建议 建立公民信息大数据库网 我们有了全国公民信息大数据库 还可以将每一个部门的办事窗口 合并为一个 建一个市民大厅 另外在网上建一个虚拟的办事大厅 我们年轻人在网上就可以申请办证 甚至在家里可以取证 在家里就可以打印我们个人的信息 这样我们就减少了我们老百姓的折腾 2014年2月10号 福州市福湾路口的监控摄像显示 一辆载有十来名乘客的六路公交车 没有正常行驶 而是静止撞向隔离栏和其他汽车 在撞倒护栏后继续一路碾压过去 正在旁边等红灯的901路公交车司机 田云超发现了异常 在与车上乘客解释情况 并安全停靠后 他迅速追向到处乱撞的公交车 田云超靠近车子后 多次努力打开紧急制动开关 差点被带到 我只要把这个应急开关打开 我这门我就可以推开了 然后我上去就可以把钥匙给它关掉 把手刹给它拉住 就可以把车给 最起码把车给它控制住 公交车突然加速 田云超随手拦下一辆私家车帮忙 两公里后 田云超超准时机 跳上公交车 熄火拉手刹 是有点后怕 不过把车控制住了 感觉把伤害降低到最最小 感觉还是心里很欣慰的 很值得的 经警方调查 失控公交车上的司机 因突发性脑梗色 已经神志不清 导致这惊险一幕出现 事后 田云超的事迹 被认定为建议勇为 人们称他为超勇敢 超专业 超聪明的平民英雄 林森浩缺失的一刻 2014年2月18号 曾震惊全国的复旦大学 投毒案被告人 林森浩一审 被判处死刑 我的这个行为 导致了我同学还原的死亡 给他的家庭 确实带来了 非常沉重的打击 那么我 罪孽确实是特别深重的 我 对不起 我也对不起 我父母将近30年的养育生 在解释投毒原因的时候 林森浩说 那完全源于一个 要在愚人节整人的玩笑 然而 投下致命毒物后的十多天后 黄阳身体逐渐恶化 他始终沉默 最终看着室友走向死亡 林森浩是一名实习医生 他的职业责任是解除病人的痛苦 延长他人的生命 他不仅没有实现从医的初衷 还用专业知识 伤害了朝夕相处的室友 27年的成长路 成绩优异的高采生 家庭 学校 社会 为何竟缺了尊重生命 这最重要的一刻 如今山东辽城林青市市民李贵青 已经可以熟练的和儿子视频通话了 半个月前 他对这些通讯软件 还是十分陌生 在外边讲书也好 工作也好 几天打电话 刚刚听见书话都看不见人 就是不知道身体状况都不扬 2014年春节 张明给母亲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并安装了微信 让父母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它 可是教他们学了很多次都没学会 美术专业出身的张明就自己动手 为父母画一份微信使用说明书 这份说明书每一篇都是对照微信界面照搬下来 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清楚 每个件的作用和使用方法 还标注出注意事项等等 这份手绘的微信使用指南 令不少网友感叹 满满都是爱 也立刻为自己的父母收藏下来 这些贴心的细节 正是子女的孝心所在